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 那么很快啊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立法会 根据全国人大决议的这个精神修订和完善了香港的选举制度 那么这就是这本香港新选举制度的由来 那么在香港新选举制度出台不久啊 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9月20号 香港迎来了一场重大的选举 全称叫2021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 我们呢 也把它叫做香港新选委会的选举 那么这场选举呢 与以往的这个香港选委会的选举不同的 不仅体现在这次选委的人数 由之前的1200人增加到1500人 更为主要的区别啊 在于新的选举委员会呢 这个选举啊 他对所有的参选人不进行了资格审查 审查他们是否拥护基本法 是否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否有反中乱港的言行 当然还要看他们是不是有意愿 为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出贡献 那么如果不符合条件 就会失去参选香港新选委会的这个资格 那么这次香港新选委会的选举啊 非常成功 非常顺利 他不仅啊 把那些反中乱港分子 据选委会的千里之外 而且还把那些不愿意公开宣示 拥护基本法 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而又想呢 通过这个选举 进入香港政治舞台的人啊 这些不可靠的人啊 也拒之香港的选举大门之外 进入选委会的1498个选委会委员啊 都是爱国爱港人士 那么这次选举啊 还将为今年年底的香港立法会的选举 和明年上半年香港特别行政区 行政长官的选举 创造了条件 铺好了路 提供了示范 提供了样板 所以啊 香港的舆论 对这一次香港新选委会的选举啊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啊 这一次的新选委会的选举 开启了香港 《梁正善志爱国者治港》的新篇章 我认为啊 香港舆论的这个评价 恰如其分 好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谢谢大家